有两个小的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个非常勇敢的中国的这么一个女性 来到我们这儿来就是用中文去问我们 我们在做什么 然后我就把我们今天抗议的目的 像这个Omelvany以及这个像Paul Huston 如何和中共勾兑的这些事情给他讲述了 然后他拿走了我们很多传论 他说他今天晚上要去参加一个 声援中共境内这个乌鲁木齐的 抗议的一个晚会 他希望把这些信息分享给他们的那个聚会 这是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呢就是刚才有的长者 是一个美国人 他在三年前他有幸和习吃了一顿晚饭 然后那个时候呢习表现的 用那位美国的同胞的话说 那个时候的习表现的很谦卑 但是呢他已经感受到他的野心 现在呢他说这个中共在习的这个统治下 完全是一塌糊涂 所以他特别支持我们的活动